孙宏斌,荣创中国董事长,中国房地产界争议人物,他25岁成为联想接班人,26岁蒙受牢狱之灾,40岁打造国内销售额最大地产公司,41岁地产王国景客崩塌,45岁完成企业IPO,本文是孙宏斌上海浮沉数十年后,总结的26条管理经验,争议背后, 依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来源数环球经理人,ID21,一,想好了就果断去做,没想好的坚决不做,江湖上都说孙宏斌是个激进的人,其实我真的不激进,我骨子里是一个偏利性的人,业务风险,自己开车很慢,不允许司机开快车,过马路一定等行人先走,之所以被认为激进, 是因为我觉得没想好的事坚决不干,想好的事就坚决骨感的去干,选择,要坚决,手气,更要坚决,为要如此,才可能做成点事,二机会永远藏在人们抱怨的地方,一件事情有不好的地方, 这其实就是机会,事情都好了就没机会了,与其抱怨爱怒,不如睁大眼睛判断无处不在的机会,并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 三,抱恩不报仇,我从小就觉得,人要有恩报恩,忧愁报仇,恩怨分明,慢慢年纪大了,经过的是多了,知道保恩是必须的,因为保恩让交情更厚,朋友更多,但报仇就不必了,因为报仇让仇更深,仇人更多,也慢慢知道了,恩一定要明, 因为知恩让人心理,愿一定要糊涂,因为抱怨让自己很不开心,报恩不报仇,恩宁愿糊涂,可能是我心太好的原因之一 四,珍惜时间,我说我很忙,但是想干的事永远有时间,不想干的事永远没时间,其实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资源,把有限的时间分配,给你想做的,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 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幸福都很重要,五,既要结果,也要过程,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貌似是先有机,还是先有单的悲论,其实不是,肯定是结果重要,做事必须结果导向,这意味着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未得到它而努力,当然过程也很重要,因为没有好的过程,就哪有好的结果, 同时,享受过程也很重要,要不人生就太悲惨了,过程重要,享受过程中的乐趣重要,但所有的动作都要指向结果 六,要讲究红胡之志向,蚂蚁之行动,你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至于制定什么样的目标,因人因此而异,但是你的目标不能太多,目标太多没有方向感无法发力,可能哪个也实现不了,如果你只有一个目标,精忠精力,手气其余,全力以赴,你就一定能实现你的目标, 这也就是红胡之志向,蚂蚁之行动 七,不要用别人错误来惩罚你自己,我们应该有错就认,认错就改,从错误中心去教训 八,机会不重要,你是否准备好了更重要,幸运就是抓住机会,机会总是会有的,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机会 八,当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机会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好行业和企业的原因,由理想有追求,不断进步成长,不断思考的人,当机会来的时候,他们就能抓住机会 八,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机会,而在于机会来临时你准备好没有 九,真正的信心是看得到的,是写在脸上的,信心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你有理想,有追求,如果你做的事很难,信心就很重要,信心经验,判断,办法和措施,也决心和努力 真正的信心是能感觉出来的,从你说话的笃定,从你的形体语言,从你行动的坚决,真正的信心也是可以感染和传递的 十,学会喜怒心余色,如果你不满意,不开心,或者生气泛怒,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淋漓尽致地表达 只有这样,对方才能知道你的真实感受,不在第一时间表达之后便很难准确表达 别人也不知道,你自己也不开心 如果你满意开心高兴,欢喜感谢,也要第一时间表达出来,让别人分享你的高兴,知道你的感谢,喜怒心余色 这样活得才不会太累,十一,见面最真实,不管是人与人交往,还是做管理 你都需要人在现场,面对面沟通,需要读懂对方的表情和形体语言,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 十二,讲信用,信用是做生意的基石,为什么市场上到处冲置着不讲信用 是因为讲信用很多时候是有代价的,不能做到就别承诺,忍走了没人怪你,但承诺了必须做到 十三,会听意见,做一个决策,一定要听最聪明人的反对意见 因为他们过去总对,也要听亲人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想上你好 如果你都认真听了,还觉得自己对,那就坚决去做 对于其他愚蠢的,不动脑筋人的反对,甚至是人身攻击辱卖的 千万别让他们影响你的情绪和心态 最可怕的是,该听的意见没听,不该听的意见却影响了你 十四,不在成功里迷失自己 你的每一次成功,都会让你更加自信,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总结所谓经验或成功学 变得自负,自大,目空一切 当你经历了挫折失败时,你就会知道,其实成功和失败进一步之遥 你应该客观的看自己,尊重常识,对自己时刻保持高要求 十五,克服惯性,时刻思考 我们必须不断克服惯性,做得不好失去信心是惯性 做得好自满也是惯性,或者不好破罐子破甩是惯性 或者好一直往前奔不知为了啥,也是惯性 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想想,为什么要往前走 有时候需要给自己定新方向,新目标,新要求 有时需要停下来找到信心再往前走 因为,很多我们觉得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是,可能反而是错的 十六,要有明确的态度 当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不能模棱两可 同时,当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使别人不问你,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态度 十七,个人可以有不足,但团队不能有断板 我选领导团队的四个原则 一是必须有理想,有事业心,有共同的价值观 二是个人能力一定要互补 不能都找能力太相似的 个人可以有不足,团队不能有断板 三是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这样的团队公司才能有发展空间 四是我手下的团队人不能太多 喝酒十一桌一定要做得下 十八,把优点发挥到极致 我经常说,看人要多看别人的优点 尽量少看缺点 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 作为领导不要试图去改变它 你用它就用它的优点 你要做的是,想办法把它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十九 对自己好一点 二零零六年,我再次遇到低谷 那时我想,事业还得继续干 但最应该改变的是,对自己好点 我们有时对谁都挺好 父母,家人,老婆,孩子,朋友,上司,同事,下属 唯一对自己不够好 可怎么才是对自己好点呢 我们能做的一是多运动让身体健康 二是不管碰到什么事 坦然面对不患的幻师 想开点 当你身体健康 心态积极了 事倍来临时不会击垮你 成功了你也会更加喜悦 二是,不计较眼前 目光方长远 你会得到更多 多年来 我对年轻人不变的要求 一是努力 每个人的性格 能力 物性不同 但必须不犀利 不怕吃苦 努力付出了 长粉食了 收获最大的是自己 将来不管是跳槽还是创业都会更有底气 二是看原点 任何地方都不会完全公平 时间长的时金子总会闪光 私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但不计较眼前看原点会得到更多 二十一 有清晰的判断力 我们缺的是对事情的判断 缺的是积极的态度 缺的是行动 缺的是幸福感 最不缺的是海量垃圾信息 二十二 有合作精神 一是合作一定要双赢 只有一方合适的合作长不了 二是合作一定要算大账不算小账 大小账一起算算不清 三是不管多大问题 全放桌面上直接说 一定能解决 四是求同存异 毕竟两口子的意见都不会完全一致 二十三 发卖公事做人 发急公有时去改变命运 朋友说 孙红斌 你为什么有时木讷挂言 有时特能说呢 我说 在很多时候 比如高考 面试 汇报 领导视察等时候 必须在很短时间表现自己 这时需要发急功 另外一些时候 比如同事 夫妻 朋友之间 需要一起经历很多事情 才能被理解 这需要发难功 不必说 二十四 讲原则 也讲变化 这些年 有人说我变了 也有人说没变 有些骨子里的东西 比如激情 偏执 义气 没有变也不能变 变了就不是孙红斌了 这些年 我最大的变化是学会平衡了 比如要坚守信念 也要变化调整 要信任尊重每一个人 也要监督管理 要做事坚决 也要控制风险 要确保大方向正确 也要关注细节 要拼命努力 也要在意身体的 学会平衡就是成熟 二十五 对的观点都平时 有朋友说我微博里的很多观点 这些年已经反复讲过很多次了 我想说 首先 我的世界观是逐渐形成的 这些观点经过挫折失败后 经受住了检验 另外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什么新观点 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两千年前的书里找到 重要的是要用对时间地点 把握后分寸 最后 对的观点都是平时的 而精彩的观点都是极端的 不要刻意追求所谓的精彩 二十六 能改变你行动的理想 才是真的理想 我常说我尊重所有有理想的人 不管你的理想是什么 也不管你的理想是不是总在变 但如果你有一个远大理想 每天该干啥还干啥 那要理想有什么用 理想必须要让你的行动做出改变 改变你做事情的轻重缓急 改变你时间 精力 金钱的分配 能做到这样 理想才有用 所以 改变你行动的理想 才是真的理想 最后 我和大家分享一段话 慢慢人生路上 你或许遇到过很多聪明人 到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 成功的并不是最聪明的那拨人 因为 决定成功的更多是非智力因素 明确的目标 积极的心态 努力和坚持 承受挫折和压力的能力 成熟的待人接物等 不过 有一种人注定没信 不努力 并且愿偏忧人 环球经理人 ID Juleon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